卯兔没钱购买国库券 银行行长找到他 说可以给他无息借钱 真能无息无期借钱 当然这是政策 我怎么可能骗你 你完全就符合我们的借钱政策吗 一般来说 银行要借钱 必须对借钱申请人进行考核 年龄18周岁以上 有稳定住处 有稳定收入来源 许卯兔就完全符合啊 最多能借多少 这无息无期借钱 不借白不借啊 能借多少就借多少 最多能借一万 这年头的一万 折合购买力 比得上后是几十万上百万了 行 麻烦徐行长 帮我办一下值得借钱 到时候 借钱办下来 我先买五千块钱的国库券 回去就让妈 玉萍 缺牙齿 瘟叶等人 都过来借钱 好 我现在就去给你办 不过 你也得准备一些材料 毛兔回去皮鞋店 喜滋滋的跟玉萍他们说这事 让大家努力想办法借钱出来 大家都要借吗 对 这不需要利息 也没限定时间 特别的划算 刚才我一路都在琢磨 这要真的能借这些钱出来 我们可以再扩大 或者搞点别的事 到时候 大家凑钱 合伙算股份 玉萍回家 就跟她父母商量要借钱的事 啊 借钱 借来干什么 借来扩大皮鞋店 或者做点别的事 都可以 兔哥已经给我们分析了 这借钱 不要利息 也没规定还款日期 很划算 不行不行 这好事情 哪会落在我们头上 兔哥不会坑我的 兔这娃对你确实美的说 他也确实有本事 可是 人家有本事 这是人家的本事 他吃肉 你跟着喝点汤就够了 就这么干着活 每个月有一百块钱 我们就很满足了 这些钱 我们给你攒着 以后好娶媳妇 哪怕玉萍再三说 要相信徐卯兔 可玉萍的父母 依旧不同意 却牙齿家也是一样的情况 徐老太这边收到了 徐大明的信件 来 我在学校那边 找了一份兼职 自己能挣钱了 不需要家里人 再给我寄钱去了 等以后 我多挣一些钱 会寄钱回来 补贴家人 徐东升接到这信 激动得手不停地颤抖 大明出去了 能挣钱了 还知道 以后要补贴家人了 哎呀 大明也真是的 他一个大学生 不是该好好读书吗 这怎么还去兼职 挣钱了 这影响考试成绩 怎么办 不行 东升 你记得回信给他 让他好好努力读书 别考虑钱不钱的事 只要他读书好 以后捧上铁饭碗 吃上黄粮 这就是给我们争气 这么念叨归念叨 但徐老太心里还是很高兴 随后他就精神抖擞的 拿着徐大明的信 开始满村子炫耀球 哟 徐老太 好久没看你这么精神了 看 我家大明来信了 我家大明现在 在大学可出息了 能挣钱了 那你以后可以好好享福了 那可不 徐大明现在能挣多少钱啊 听说徐卯兔已经是万元户 徐大明现在当上万元户没有 难不成 他一个考上大学的 还不如徐卯兔挣钱多 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那当然 要比徐卯兔挣得多 你以为 这个大学生是白当的 以后啊 别说当万元户 当十万元户就有可能 那让他快些寄钱给你们啊 省得你们天天在家喝包股糊糊 滚 你个窝囊费 多嘴 老娘家的事需要你管 你个老太婆 在这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谁不知道你干些亏心事 大半夜的 在外面路口搞封建迷信 别以为我不知道 当心我去嫌娶你 徐老太 你真的在搞封建迷信呢 这可不行哦 你们一个个 就是红眼病 就是妒忌 我家大民有出息 想整我 我才不跟你们说 徐老太的秘密被发现 灰溜溜的跑 那徐老太 搞封建迷信干什么 谁知道呢 好多年 都没看见有人搞这个了 结果 他又搞起来 他还想咋的 大孙子考上大学 当了大学生 二孙子 也成了万元户 该知足了吧 这说起来风光 可谁不知道 徐家现在是外面崩面子 家里熬姜子 都没米下锅了 这么才 差不多吧 以前徐家热热闹闹一大家子 可现在 就剩徐老太和徐东生了 败了就是败了 依我说 还是怪徐老太自己蠢 偏心的太过分了 自己都没脸去找徐卯兔 说曹操 曹操道 没过多久 卯兔骑着自行车 去了黄振农家 让黄振农帮着出证明材料 你这是又打算折腾什么 有好事还是带上我们呢 这阵子其实还没想好做什么 这打证明材料是准备找银行借钱 你小子已经是万元户了 你还要借钱 钱都在皮鞋上压着呢 我想了想 这上面有这个政策 反正不要利息 能借钱就先借着吧 万一哪天需要用钱的时候 就派上用潮呢 如果书有兴趣 也可以先借钱出来 前阵子 你不是说先付贷动后付吗 这要干点别的事总需要钱 行 我就听你的 也去办个借钱 走 趁今天你回来 我带你去看看 你要建房子的地方 这些地虽然偏了一点 可为了帮你协调 我可是费了老大的钱 两人很快来到了卯兔的宅基地 却看到了徐老太整的东西 看样子 你奶奶对你是恨之入骨啊 这东西可就是她弄的 我亲眼看见她半夜在这整的 还以为分了家 各过各的日子 井水不饭喝水 我必须去问得清楚 老太婆暗中对卯兔使绊子 被卯兔发现 卯兔直接找上门去 你 徐卯兔 你个挨牵刀的 这么大力推门干什么 卯兔僵烧得只剩半截的布 往桌上一扔 你 你哪来的 我问你 这是不是你做的 徐老太转过头 不答话 这是在狮子山脚下那边的路口看见的 这是不是你弄的 我一个当奶奶的 还怕这个龟孙子了 是我弄的 怎么样 杀 徐老太过分了吧 真的好过分哦 这徐老太怎么能这样 难怪这两天看她神神叨叨的 在折腾着是 我有什么过分的 徐卯兔就是扫把星 就是她 害得我们徐家现在这么倒霉 不把她处理了 她还会克着我们全家 卯兔直接被气笑了 黄队长 你们都听见了 她现在 搞封建迷信 我要求向上检举她 送她去公社 学习学习 现在在大理提倡四个现代话 而她 还在搞封建迷信 这是公然跟上面唱反调 这样的行为 必须送去批评教育 啥 你个小兔崽子 你说什么话 要检举我 送我去公社学习 去公社学习 是那些年成分不好的人 才该有的待遇 光她一人去公社学习 还不行 还有那个观花婆 一起送过去 让他们两人站在台上 互相批评 互相学习 哪里 徐老太心慌慌的 没想到 徐卯兔出这么一个主意 这可比打我骂我还难看了 我不去 我不去 大家眼睛都看着的 你就是搞了封建迷信 必须去接受批评教育 我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徐大明好 省得他回来 说你思想觉悟不高 扯他后腿 这个 卯兔啊 怎么说 我也是你奶奶啊 你就真的好意思 送我去批评教育 行啊 既然你不愿意去公社 接受批评教育 那你就现在好好地认个错 承认自己的错误就行 如果态度好 认识错误深刻 那就不用去公社 否则 还是让公社的同志 帮忙一块教育教育 是我错 是我不对 我不该搞封建迷信 我以后再不这样了 说到这儿 怕态度不够好 还自己伤得自己两记耳光 以示诚恳 这样行了吧 你认识到错误就好 以后 少搞这些妖娱子的事 搞封建迷信 是行不通的 有功夫搞这些 不如好好反省反省 这个家 为什么倒霉 徐东升这时下宫回来 这么冷的天 他身上就穿着一件 年份很久的外套 松松垮垮地垮在身上 这个孽子 越来越反安 居然敢要他奶奶 跟他道歉认错 徐东升拨开人群 挤了进来 仰起巴掌 准备打虚卯兔 被黄正宏拦住 徐东升 你干啥 我要教训这个狗东西 有他就没好事 一阵子不见 现在的徐东升更瘦了 这徐东升哪有脸来教训人哦 当爹的都不想当爹的 还想拿老子的身份教训人 脑子有问题呗 要是我 现在巴着这万元护儿子 都来不及 人家压宝 悬崖在徐大明身上了 估计也没脸成任看走眼了吧 趁大伙都在 不如断了亲吧 省得大家彼此看不顺眼 对 断亲 富哥 跟他们断亲 断了亲好 反正早就撕破脸了 好 断就断 有黄正宏这个队长在 现场又有这么多人作证 很快 断亲书就写好 从此以后 大家真的彼此没关系 徐卯兔回城后 拿着准备好的个人材料 去找徐行长 徐卯兔 你这办事速度 厉害 徐行长 我还另外给你拉了一些客户 都回来借钱 看在我这么卖力 给你推荐的份上 你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些照顾 这是明目张胆要好处 不过这小子 居然还帮我拉客户 也不是不行 如果真的能成 肯定会给你一些照顾 那我的金额 能不能再提高一些 真要多借一点 也不是完全不行 最后在徐行长 亲自操刀办理下 卯兔借到了一万五 加上张金方的一共两万五 又买了五千的博库券 随后马不停蹄地 去了学校见瘟疫 这几天 你很忙吗 没来学校 怎么 想我了 我是担心 你又落下课程 跟不上 那得温老师多给我补补 卯兔笑嘻嘻的 语气中 带着极许不正经的味道 这个礼拜天 你跟学校这边请两天假 我们回去 办一下手续 办手续 这是不是太快了 不快 我三天时间就办好 身边瞬间安静 温叶脸红得无地自容 低头看脚尖 毛肚一下笑了起来 你在想什么 温叶不说话 别过头 真丢人 误会大了 还以为 这办手续 是办结婚手续呢 这结婚手续 肯定会办 但不是现在 现在办的是银行借钱手续 傻瓜 现在当然是搞钱比较重要 只有搞了钱 我们才能安心读书 不用操心别的 我知道 你说吧 要怎么办 我已经让缺牙齿他们 都准备材料去申请借款 我估计了一下 大家如果都能成功 凑起来 差不多五六万 可以搞点别的 以钱生钱 好呀 都听你的 你放手去做吧 温叶 等我们考上大学 就结婚吧 那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现在这年头 大学多难考啊 毛兔打算都一斗温叶 考不上 那就不结婚了 不 我们一定能考上 我们一定能考上的 如果考不上 我们就复读 复读一年不行 就复读两年 我问过了 班上有同学 已经复读三年 我们复读几年 一定能考上 温叶语气急破 毛兔刮了刮他的鼻子 你就这么想嫁给我 温叶羞涩的五年 温叶 我会努力 努力考上大学 我不想以后 你是个大学生 而我还是个初中毕业的爆发户 周末的时候 毛兔按惯例去皮鞋店查看营业情况 兔哥 我们的皮鞋被偷了 什么情况 我跟玉萍昨天交接班的时候 清点货物 这款皮鞋 跟账本上的对付上账 鞋柜上的数过吗 兔哥 这些我都数过了的 真的就差了一双 我四处都翻看完了 就是差一双 今天人来得多 妈的 搞不好 就是谁上我们不注意 偷走这双鞋 他娘的 这些小偷 居然赶来偷皮鞋 让他贵儿子穿上皮鞋 就脚底流浓 乱死他 对于丢货 毛兔心里早有这样的准备 就算后市大超市配置的 有防损部门 一样有被偷的风险 第二天 毛兔带着瘟叶去办手续 得先去他村里开证明才行 路上遇到了张华 妈的 抢了我的瘟叶 把我揍了一顿 还敢在这里耀武扬威 张华直接捡起一块石头 砸了过去 被毛兔极限赶开 张华 你啥意思 你个烂货 你还好意思问我啥意思 你他妈的 找死 谁找死还不一定呢 谁怕谁啊 毛兔和瘟叶回村 但是 差点被张华用石头砸掉 你他妈的 找死 谁找死还不一定呢 谁怕谁啊 大家跟我一起上 张华率先冲上前去 毛兔直接飞起一脚 踹在张华肚皮 随后一脚踩住张华 就凭你 跟我斗 那一群贤汉 被毛兔这不要命的打法给震住 下意识后退紧 妈的 反正跟张华又没什么过命的交情 又没啥共同利益 办不着上前去挨揍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是看热闹的 似乎怕惹祸上身 几个贤汉转身就跑开了 放开我 放开 让你这样的砸碎 又起来蹦打 毛兔脚下用力 转着脚尖 在张华身上黏了黏 不要猜 不要猜 我错了 饶了我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行 给温叶和我好好认错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温叶 我不敢骂你们 我下次再也不了 滚吧 别在我面前出现 张华从地上爬起来 连滚带爬跑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放心 我打架 可没有输过 这张华 真的令人厌恶 像个赖皮狗 若是下次 他再敢来招惹 我废了他 不要 他那人 纯粹就是死猪 不怕开水烫 你真把他 打出三肠两短 到时候会赖上你 不值得为他 这种人犯事 两个人很快 就开好了证明 又去了温叶家 看温老五 不去的话 只怕几两骨 都要被人戳穿 呦 这还知道回家呀 这进村子 不先回家 跑别处去留大了 我以为我爸 在陆叔家喝酒 所以先去那边看看 喝酒喝酒 还喝屁的个酒 昨晚栽倒水沟里 头上缝了几针 看他还敢喝屁的个酒 我爸受伤了 温叶抬腿 急不走进屋子 果真是小骚货 长得像个狐狸精一样 就是有本事哄男人 这才多久 这一身上下 全是新衣新裤 这一身行头 都值不少钱吧 爸 你伤了 不是让他来的时候 给我提酒来吗 爸 你都醉得受伤了 就别喝了 温老五才不听这话 叔叔 下一次 我一定带两瓶好酒 过来孝敬你 这一次 就提了这一块肉过来 给你好好补补身体 这一块肉 也算是令温老五满意 还不快去把肉煮了 我跟他好好喝两杯 李淑华看着有吃的 勉强压下心中的不快 结果肉去煮饭 在温叶的帮助下 饭很快就煮好了 这个张华 这吃饭的功夫 也不落屋 我去喊他 他哪一次吃饭 不要人喊 不管他 我们自己吃饭 这一说 李淑华板着脸 这还不是你闺女 惹出来的好事 算计来 算计去 算计自家人 给个工作 结果只干了两天 阿姨 你这话就不对了 这份工作 温叶当初干得好好的 张华自己不上进 被开除了 这怎么能怪温叶 县城里那些鬼影场况 遇到不合格的工人 开除的也多了去 这能怪谁 叔 你说对不对 就是啊 他自己不上进 被开除了 这只能怪他自己 这个死酒鬼 真是分不清好坏 行 你们父女俩 才是一家人 我这个当后妈的 纯粹是多余的 让你女儿照顾你好了 省得我这个外人 在此碍眼 李淑华说着 扭腰走到一边 以往这样的戏码 可没少上眼 温老五感觉被扫了面子 还是在未来女婿面前 扫了面子 忍不住 拍着桌子道 温 老子不要你照顾 这一拍桌子 冻得伤了 他捂着温 还用身影起来 温叶无奈扶着他 叔 我跟温叶还有点急事 想改回城里 你好好休息 我改天再来看你 给你带好酒来 温老五听着好酒 连连点头 好什么好 温老五 你的好闺女当初不是说 找了女婿要好好孝敬你吗 这说话做事放屁一样 你现在磕着头伤着了 她不留下来照顾你 还是要指望我呀 你别阴阳怪气 不用你说 我也会照顾好我爸 毛兔是想大耳瓜子 抡在李淑华的脸上的 可这样做 解决不了问题 所谓有后妈 就有后爸 这李淑华一挑拨 温老五耳根子软 以后又会找温叶麻烦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想办法换到后妈 换不成 也得离间一下呀 别以为只有他李淑华 才会挑拨离间 叔 你现在伤着头了 不如 我借你去城里 在我那养几天伤 让我也好好兢兢孝道 女婿当伴子 这不是说着玩的 好啊 好啊 我跟你去城里养伤 住到女婿家去 住在城里 那不天天喝酒美滋滋 李淑华急了 这节温老五去城里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不行 温叶跟你还没成亲 哪有这样的规矩 就住到你家去 当初温叶他妈 就是这么不讲规矩 不要脸 难不成 还让温叶也跟着 这样不讲规矩 以前家里 出过这样的丑事 你就不知道避嫌 活该戴绿帽子 这又是接起 温老五的伤疤 温老五脸色难看 不言不语 你整天就将 我妈以前的事 挂在嘴上干什么 这尘骨子烂芝麻的事 你翻来覆去的题 烦不烦 我这不是怕你重蹈覆辙 提醒你吗 一个姑娘家 得爱惜名声 名声没有了 谁还瞧得上你 所以 你就不惜一切 背后编排 温叶的坏话 整个村子 都去坏他的名声 我没有 叔 说实话 本来一点家事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自己烂在肚子就算了 可我看 这个神整天 就把这些丑事 给挂在嘴上 这分明是 反复打你的脸 外人还没说啥 就他整天在叽叽歪歪 温老五的脸色 更是难看 一阵红一阵白的 爸 谁家的破事 是整天挂在嘴上嚷嚷的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就是他在这儿 腥风作浪 才一直被人笑话 温老五终于是回味过来 气得将手中的水 被一擦 妈的 以后 谁再敢提这一茬 老子跟谁拼命 他这一暴怒 李淑华吓一跳 我 我不管你怎么 总之 不许再提那一茬 否则 别怪老子打人 知道了 温叶轻欲一口气 而卯兔则在寻死 一定要换个后妈 要是换不了后妈 那就连爸也不要 叔 让我也留下来 照顾你爸 我力气大 有什么要我实力的地方 你尽管说 温老五拒绝 哪有还没结婚 男方就在女方家留宿的 我可丢不起那个人 老兔只能离开 夜晚的时候 李淑华偷偷摸进温叶的房间 找到了挂在墙上的红色大衣 刚才做饭的时候 温叶脱了下来 真漂亮啊 真逆子大衣 手感就不同 摸着真舒服 李淑华将大衣穿上 正臭命 忽然被一个男人抱住 嘴里还一直骂着温叶 混账 一声怒吓 在门边响起 如平时惊雷 张华的酒下醒了一小半 他赶紧松开怀中抱着的女人 张华 你喝多了 张华看着眼前的女人惊呆了 这不是温叶吗 怎么会这样 畜生 你简直是畜生 这种事你都能做出来 我 我没有 你没有 老子气氧看见的 你没有 温叶和卯兔也从村口赶回来 我不是 我没有 我 我以为 我以为他是温叶 我没想到他穿温叶的衣服 闭嘴 卯兔冲上前 结结实实一脚踹在张华的身上 你个畜生 别把污水往温叶身上泼 我们都看见了 你是跟谁在一起的 温老五也是目 冲上前打他 你个畜生 你搞半天 你连温叶的主意 别打 张华面对两个生命中的男人 只能一个劲的抱头求饶 李舒华把衣服给套上 急着过来拉温老五 别打了 老五 别打 让别人看见了笑话 你还知道笑话 老子的脸 全被你们给丢光了 村里的老少都被惊动 围了拐 没有 没有这些事 你们听我说 我只是过来看看 我只是看见温叶的这件衣服漂亮 想试穿一下 张华也是喝醉了酒而已 李舒华 你就别解释了 这什么是穿温叶的衣服 他的衣服 你能穿吗 可不是 一把年纪 还想穿这么大红的衣服 一看就是不正经的货 平时他还假装正经的 还狡辩张华喝醉了酒 说得我们没喝过酒似的 他们平时串通一气 为了不让人怀疑 还故意把污水泼在温叶的身上 让温叶替他们承担骂名 这一招货水动饮食得不错 大家果真就开始回想这中间的种种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说 怎么一天到晚 就听着他们母子俩说 温叶不检点 可我也没看温叶做什么出格的事啊 平时温叶跟村里这些人 都挺有分寸感据理感的 我也想不出 他怎么可能不检点 原来全是这一对母子 故意往他身上泼脏水 温叶这姑娘可怜哟 这后妈果真不是人啊 对 这种后妈 虽然不像别的后妈那样 打人虐待人 可她使这些阴招 也太恶心人了吧 李淑华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对象的后妈和嘟嘟就赶出家门 卯兔怕他们伤害温叶 就打算暗中出手 来到皮鞋店 发现熊亚伟在这里 我就估计 这段时间你该来了 吃过晚饭没有 走 我带你去吃个好吃的 两人坐到了一家苍蝇馆子 店不大 味道却很好 我预计 你前两天就该到的 结果没来 我还担心路上出问题了 这阵子快过年了 要拉的祸多 忙得很 我都恨不得多找两辆车来拉了 熊亚伟说这话 脸上的笑容很灿烂 那就多找两辆车来拉 卯兔 我是说真的 多找几辆车 成立一个车队 你有没有兴趣 肯定有啊 谁不知道这开车挣钱 我这阵子 也在寻思 做点什么好 这真能多找几辆车 成立一个车队挺好 如果真的自己有车队 一路上彼此有照应 安全系数提升不少 二来 在市场上 一家权也高一些 熊亚伟一听 徐卯兔跟自己的想法一致 顿时没飞神舞起来 我这几天就在想 我们凑点钱 再去搞两辆车 使劲拉 到时候 拉吧一响 黄金万辆 这方面 你专业 你搞了这么久 在外面也跑了这么久 我肯定听你的 你说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这前期 要多少钱 我目前 可以拿出十万块钱 熊亚伟呆了 不对 毛兔 你跟我说说 你怎么一下就能拿出这么多钱 自己挣了一些 又借了一些 这么说还差不多 否则 我都担心你在说大话了 前段时间才开始宣传卖语户 结果现在就十万了 这怎么得了 我看你那苹果14不错啊 有钱也不能这么臊啊 这我没花钱啊 是我在左下交免费领的 天上怎么可能掉线饼 你胡说的吧 是真的 除了苹果14 还有华为P60 Pro 都是全新正品 全国联保还带有罚票 还可以领吧 给兄弟也整一个 多的是 每款有5000台 都放左下脚链接里了 你去我左下脚链接下载注册 上线升升级 官方24小时 给你保佑到家 链接还在说明还有库存 赶快去领吧 行 我马上去 其实 我们初期不需要自己投钱去买车 我姐夫哥 就是我们纳尔运输队的 他管这个 到时候 看看他们那边 有没有淘汰下来的二手车 自己修一修 再补补七次类的 比直接买新车好 你在外面跑这么久的车 也认识不少人 你可以问问 运输队有没有别的司机 也可以把他们拉拢过来 毕竟 这年头 出来单干的 肯定比在单位拿死工资强 你别说 还真有那么几个 两人你一言 我一语 就将初步的合作一项达成 车队主要由熊雅伟负责 卯突出一部分钱 占两成股份就成 对了 有装饰 我想要麻烦你 当然 你就听听 你愿意帮 就帮 不愿意帮 也不用为难 有什么事 你直接说就是了 有什么为难不为难的 是这样 有一个混子 给予我对象 不止一天两天 我跟他的两子 也结下 已经打过几家了 我现在 想把他送进监狱 让他关几年 否则 我寝世难安 这不是夸大其词 只要一天没彻底解决张华 他就担心 张华什么时候会冒出来 不能置温业于危险边缘 懂了 这是 让我来出手 我是败地的 跟他不认识 更没有过节 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人 他当然明白 这件事 并非许卯兔不能办 只是 许卯兔不好出面办 张华溜达在公路边 他跟着李淑华 回了外公外婆家 娘家人对他们 也没有好脸色 他妈的 这些舅妈的脸嘴这么难看 不就是嫌我没本事吗 之前我顶替温业 当代课老师的时候 这些亲戚可是舔着脸 来讨好自己 要是以后自己有本事 能挣钱 非要这些亲戚 跪在地下舔自己 张华就这么边走 便幻想着美好生活 突然发现前面有一辆空车 驾驶时都没人 一眼望过去 里面一个手提包的拉链没拉上 一叠钞票闪闪发光 都说开车的司机很挣钱 没想到 果然是真的 这么多钱 就这么随随便便的 搁在手提包里 丢在驾驶台 也真是心大 不担心被人偷走 念头一起 张华自己都吓了一跳 心脏砰砰跳 要是自己把这一包钱给偷走 那不是发财了 我有钱了 那些亲戚 谁还敢再给我白眼看 搞不好 还得巴巴的上赶着来讨好我 说干就干 一手提包就打算逃跑 结果被一个壮汉一脚踹翻 打强盗啊 抓小偷 随后就是雨点三的拳头 打得张华抱头求饶 怀里的钱也洒落了出来 不一会儿 村子里的人也为了管 放了我 放了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熊耀维也没有理会他 你们谁是村长 是这负责的 我只想帮忙给我做个见证 这人跑我这儿偷闲 恕恶还大 帮着给我去公安局做个证明 众人不说话 看看热闹可以 可要去公安局 做什么证 那就算了 当然 我不可能让大家 白帮忙跑一趟 帮我去做见证的 每人可以补偿五块钱的物工费 另外 还可以下馆子搓一顿 这一说 众村民的积极性 顿时提高起来 反正他们跟张华也不熟 没啥交情 几个村民便当证人 和熊耀维去了公安局 张华对自己的罪行共认不讳 几年的缝纫机是免不了 卯兔设计让便宜小舅子 去采缝纫机 他终于能放心温叶的安全 温叶 你的主要经历 应该放在书本上 好好学习 争取这一次 直接考上大学 而不是分心 做些无关紧要的事 帮助同学固然好 可因为帮助同学 而影响了自己的成绩 双双都考不上大学 那就惨了 时校长 我会好好学习的 不过 帮许卯兔讲解一些题 也有好处 可以加强我的理解 增加记忆 证明我真的融会贯通了的 比自己在那死记硬背好 时校长文言也不能再说什么 哎 当国老师的学生 就是不一样啊 能说会道 不像以前纯粹读书的时候 唯唯诺诺听老师的话 难色误人啊 快过年了 皮鞋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这个学卯兔的皮鞋店 竟然这么火爆 我直接给你举报了 看你怎么赚钱 这人正是之前被卯兔 教训过的邻居 他写了检举信投了出去 很快挤得穿着灰色中山服的人 来到了皮鞋店 新员工桂花审意识到不对劲 笑着迎上前 同志 欢迎 随便看 这个店是你开的吗 我不是 有什么事吗 来这边慢慢说 不用了 就在这儿 这个店谁开的 让他出来接受调查 黄小刚看对方像是有来头的人 不是普通的小打小闹 一溜烟跑去找某的 兔哥出大事了 什么大麻烦 有几个穿中山服的 看着像是吃黄粮的 进来就要找你 说什么调查 也不知道来的是工伤 还是税务 还是别的 虽然我不怕茶 但万一对方来阴的呢 温言 你帮我跑一趟 你见过银行的续航长 你去找他 就跟他说 我现在这会儿有麻烦 估计贷款欠他的钱还不上了 温言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说 但他相信毛兔 好 我去 那个来店里采访拍照过的原记者 你知道吧 你快些跑去新文化馆找他 跟他说 这儿有第一手的新闻资料 让他马上来 你通知他之后 让他来这儿 你就不用再回店里来 今天就当放假 提前回去 毛兔随后赶到了皮鞋店 一群人包括那个邻居 在一旁看戏 来来 几位同志 辛苦了 抽个烟 对方几人不接烟 这个皮鞋店是你开的 对 这皮鞋店是我开的 看 营业执照在这儿呢 不知几位同志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有人检举揭发你 说你投机倒把 七行罢市 短金少两 同志 这肯定是有人故意 栽赃嫁祸陷害我呀 我这东西 怎么能算短金少两呢 这皮鞋怎么短金 怎么少两 我这东西 不是按镜头卖的呀 我擦 以前出去处理检查的那些事 不过是出来做小生意的 说短金少两这种口号 说溜了 一时间顺嘴就说了出来 说错了说错了 是以字冲号 同志 我不知道 这以字冲号 从何谈起 这三包卡 我敢肯定 我这是独一家 皮鞋有任何问题 我都是包修包换包退 都包修包换包退了 又怎么可能是次骗 马德 这小子不懂事啊 大过年的 给我们一人送一双皮鞋 这事不就完了吗 这有没有以字冲号 这得等我们调查清楚了 才能下结论 不是你拿张三包卡 就能蒙混过关 现在 这皮鞋店 就先关门歇业 等我们调查好了来 如果要整顿 就先整顿 他妈的 无品无据 就要我关门歇业 等他们调查清楚了 黄花菜都凉了 关门歇业 大家喝洗北风去 而且影响以后的 口碑和生意 同志 可能这中间 是有点什么误会 不如这样吧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 你们出来一趟 也辛苦了 有什么好谈的 一切等我们调查清楚再说 对方嘴里说着 视线却是在那些皮鞋上略过 嗯 这种皮鞋 穿在自己的脚上 一定很得尽 毛兔看出对方所想 心中不乐意 如果只是送点普通小礼品 哪怕送点烟送点酒 我也认了 可以双皮鞋 至少是二三十 如果高档一点的小牛皮 动辄七八十 而且 这一次 如果这么解决 下一次 这些人的胃口 不会越来越大 想到这里 毛兔不打算 从了他们的意愿 指了指墙上的报道 我是被上面表彰过的人 我的事迹 也经过记者采访报道 现在全线智商到下 都在发展经济 努力号召一部分人 先富裕起来 也肯定了我们这种工商系统的人 为经济繁荣做出的贡献 而现在 你们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 就让我关了店门 配合你们调查 至少 你得拿出相应的文件和证据来吧 呵 你居然敢跟我们发脾气 别以为我们是无缘无故来查你 就凭你店里请了这么多人 你这就是典型的资本家 国学劳动人民 谁说 我们是故宫了 他是我侄子 我们就是亲戚来帮帮忙的 是啊 我跟他是兄弟伙 从小穿叉叉裤一起长大 反正我在家里闲着没事 过来帮他看着皮鞋 防止被人偷而已 这些说辞 很早之前 卯兔就跟他们提醒过 此刻 大家都明白了他的用意 温叶这边找到了徐行长 温叶同志有什么事 这么急 慢慢说 不能慢 现在卯兔被人找麻烦了 你得快些去 他说了 如果他出了事 估计欠银行的贷款 是没办法还上 杀 刚才还劝温叶不着急的徐行长 蹭的一下站起来 什么 我才贷款给徐卯兔多久啊 还指望他后面还款呢 这出了事 贷款不还 如何了得 走走 我去看看 谁敢来找麻烦 黄小刚跑去县文化馆 也找到了原记者 听闻这边有重大新闻 原记者哪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抓着照相机 三步并坐两步 向着这边跑 看着原记者在跑 才过来视察工作的李书记 也饶有兴趣 走 这是发生什么重大事情 我们也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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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去看看